哇这关好多阳桃 不过这边呢咱们有五个金坑 金坑能生产金币云币钻石和阳光 对咱们最有用的呢就是阳光了 具体能生产多少阳光呢那就看天意了是吧 卡槽一个盲盒和一个含光菇 这边是阳光菇 路啊 兄弟们 毕竟他太靠前了 咱们的僵尸现在已经追不上了 那没办法 你还行吧 至少把二路打空了 是吧 来 现在咱们打打三路 看看能不能找找机会 一路呢 暂时就不用管了 现在我们主要就是看看能不能干掉三四五路啊 这一波呢 我多放点僵尸 呃 正好呢 咱们寒光姑的冷却时间好了 是吧 并且呢 三路植物不多 如果出五王僵尸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寒光姑直接冻结 这波八百多到一千多 又赚了两百多 三路放这么多僵尸才勉强通关啊 兄弟们 这太离谱了 只有一个钢门僵尸通关啊 现在咱们要打打四五路啊 说实话 四五路现在非常麻烦 所以呢 咱们后置一格 让盲盒提前变身 不然全把我僵尸赶去第三路 这是干嘛呀 哎呦 还好 这个伴舞巨人总算是 看着他有用了一回 是吧 没想到这种关键局被他给破了 那现在五路被咱们撕开一个大口子 那五路我们就要开始进攻了 这时候 金坑已经消失了 给了咱们一些植物 但是都没有生产阳光的植物 所以没多大用啊 那咱们还是接着攻五路 哎呀 我这寒冷僵尸用早了呀 要是气球僵尸下来 我再用寒冷僵尸 那不就赚翻了吗 不过还好 这波有五王僵尸 有希望可以通关四路啊 兄弟们 但这伤害还是很高的 咱们五王僵尸不一定过得去呀 这就很麻烦 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待会儿四路一个单大蒜花是真难突破啊 兄弟们 哎 这小偷能把大蒜花给偷了吗 偷了个地刺羊桃 哇 五路还好啊 总算是砸到了最后一个羊桃 那现在其实对面输出不是很高 我们只要在五路 堵出五王僵尸四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虽然我们堵五王僵尸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僵尸放到第四路啊 而且咱们卡一下啊 把僵尸放密集一点 这样呢可以强吃大蒜花 啊 不过呢 咱们要留一点阳光啊 注意二路还有一个脑子咱们没去吃 所以再不借也得留两个盲盒得留吧 是吧 不过没关系 咱们马上寒光姑要好了 所以这一波呢 咱们还可以冻结一手 好 寒光姑马上好啊 这波将是非常的多 应该还是能赚不少的 来 寒光姑好了 冻结一波 好漂亮 看看多少 八十五到二百三十五 呃 又赚了一百多 不对 只有几十 寒光姑也是要成本的呀 啊 不过还好吧啊 至少可以放两个王盒了 还不出五王僵尸吗 坏了 不然我这收 还有最后一个脑子你砸呀 不是 什么情况 他怎么被晕这么久 他刚才就吃了一个羊桃 怎么现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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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遇到了bug吧 那现在四路脑子没吃的话怎么办 咱们三百阳光 咱们就只能在三路找到机会了 兄弟们 直接三路放盲盒 然后依靠土羊桃看看打变身 有没有五王僵尸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兄弟们 赶紧冻结一下 你赶紧变身啊 打他呀 哎呀 这楚羊桃 啊 变了个赵玩意儿 后面一个盲盒呢 他不打了 现在咱们还有五香啊 最后一个盲盒放了吧 哎呀 海豚教室 我也没办法呀 我也没办法呀 这路由 这路由啊 燃只hn ago 这都被我替了 你知道 MI 간火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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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accomplished